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大致上的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你卖电子烟和加热烟 或者鼓吹宣传相关的消费 你会罚款甚至要坐牢 但吸就跟回香烟的方式去处理 即是在吸烟区中吸加烟烟和电子烟 就没有人理會你 但非吸烟区中吸就要跟回吸烟的方式 去买这些产品 他不会理你 但如果你买 吸毒也是犯法 吸毒不犯法 即是跟毒品一样 吸毒不犯法 但你犯毒便犯法 其實就是用毒品的角度去看待 只不过可能更轻微 现在我觉得很悲哀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个很討厭的左交议员邵家俊 他真是说人马 当然原因是他自己也是英文 他说反吸烟 反电子烟 其实就是多数人的暴力 只不过有一群人很不喜欢吸烟 所以一定要反电子烟 我先说一说 我一定要插一个嘴 因为等会没机会说 邵家俊我都很恨 不过他说监狱的事我都可以 然后他说 其实我自己怀疑他是暗示张超红 因为以我所知 政坛八卦 张超红是坚决要禁止电子烟 就是因为他很喜欢人吸烟 他们不是都是泛民吗 没问题 现在是鬼打鬼的 工联会够反电子烟 自由党够贊成 这些意外 其实人们常常说泛民和建制 泛民和建制很多议题 都是建制 现在最反建制就是自由党 自由党支持电子烟 现在工联会和民建 就是反电子烟 邵家俊和陈志全是支持电子烟 张超红公民党就是反电子烟 你也研究得很清楚 当然 要看政坛分布 邵家俊说 支持电子烟是支持多数人的暴力 反对电子烟的人就是支持极权 然后我真的拍了手 你记住 日后这个议案 哪个泛民如果是投赞成禁止电子烟 你就指着他来骂 张超红你就是支持极权 张超红你就是多数人的暴力 我真的很期待 你不要说完就很轻轻 因为这个我真的听到白手 这个议案 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扭转我对很多人的看法 譬如王碧云 他是支持规管电子烟 我说 这么迈也没用 不如规管他 你写完整个成份就可以了 不过不拉近远说了 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 一般香港人都看到反智的地方 但纯粹因为健康这个道德高地 他完全推翻了所有理论 都不得只 我现在说听最反智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陈兆子就说 我们要专心去禁止电子烟和加烟烟 所以我们就不处理烟碎的问题 即是原本今年想着是加烟碎 他们现在就说不行 我们要专心处理电子烟 我们就不加烟碎 我真的心想 为什么这个世界转转 正常的想法是什么 你先规管了电子烟 令它合法售买 然后你就加烟碎 然后就逼人吃烟 转去吃电子烟 现在不是 现在是禁止电子烟和加烟烟 但我就不加烟碎 那就等你们方便 它由电子烟转吃加烟烟 OK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电子烟和加烟烟 对于人体的伤害性 是它们大些还是烟害大些 其实现在两边 都是各自引自己喜欢 或者有利的研究报告去说 但是我想最低限度 电子烟和加烟烟 就算怎样反对都好 你最多只能说到 是和香烟差不多可以处 你说不到电子烟和加烟烟 是比香烟更大 但是它二手烟呢 二手烟 当然电子烟和加烟烟是近零 因为加烟烟是没有燃烧的过程 电子烟是没有燃烟烟 我们在说烟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有死的权利 自动沉死的权利 虽然会比较少 虽然会比较少 可能会比较少 医药费更多 最重要是 因为二手烟是伤害第三者 如果你是二手烟第三者 如果你是公平起见 是不是应该 对于电子烟和加烟烟 这些没有对第三者伤害 它是应该只能抽税 但抽得没有烟的税那么高 对了 这些就是所有香港人都想到的 不用你周烟大师想到 坊间也有很多人说 大哥 你如果不禁电子烟 鼓励人去吃 我起码吃少一点二手烟 所有香港人都想得明白 现在不是政府反智 我想说 陈兆芝起初都觉得 是电子烟应该是规定的 是因为有一帮泛民 教育界加上医学界 他们说不行 因为现在香烟已经禁不了 如果你还加上电子烟 鼓励人吃烟 更加多人会吃这些东西 会搞到香港更加多烟民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将它消灭在民间 这个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奋励 因为我认为 烟箱是全香港最少一世公关钱的人 为什么烟箱不给钱给我们 现在等到我们还要这样骂他 为什么我们没有分收钱 这个我觉得最不能原谅 就是这样 你说传统烟箱还是电子烟箱 当然是受烟箱 如果不是我一定反过来说 老老实实说 为什么烟箱不在我们 周显 不如这样吧 你帮我们说一些好话 每个月给20万个人费给你 我可以解释一下 传统烟箱 现在都知道大事 不是香港的反战 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 是保持正常智力水平的 所以他们都开始开发电子烟 在他们的立场就是 如果要搞电子烟 我们就减产完全冬香烟 转去卖电子烟 所以他们有两手准备 但香港当然 对他们来说禁了电子烟 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要搞 简单一点 他们会给公关费 虽然会差用 我知道传统香烟 那些人就是传统香烟的钱 否则就会 收了钱 他们已经搞了电子烟 所以他们的电子烟都会赢 你不要常常以为 我们灭了电子烟 会益了传统香烟 传统香烟的想法是 你有没有电子烟 我们都是赢 公主我赢自你赢 所以根本就是不关事 最后我说一下我的立场 其实我认为 我的立场就是 全面免得烟水 不要加那么多 总之公共的地方 全部公共的地方禁止吸烟 但是也不需要收烟水 你喜欢自己在棺材上 自己吃吃到死 因为你说 红酒又不收水 但那些穷人 最好是担支烟 他要死就死 吃支烟 有什么所谓 不收烟水多很多生意 红酒都可以做集散中心 烟都可以做集散中心 你做烟 trading 多很多生意 就是整件事 你只不过是窮人 就抽了税 对吗 总之我的想法 第一件事 其实林郑有很多事 我都觉得很体谅 这件事我很厉害 她当年被人问 不如禁香烟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不如禁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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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香烟 阻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才处理了电子香烟 这个政府 麻烦你了 你要反民主独裁 专制是不要紧的 你展示我 你的独裁力的力量 你是一个独裁者 麻烦你做一个独裁者的样子 这些地方 只有一些口说 你跟我说 我们不排除了禁香烟 现在你是熟 我很讨厌的地方 独裁者 我们经常都说 独裁未必是完全衰 可能很多事情衰 都有些事情好 但是你在一些可以做得好的地方 你就缩骨你想怎样 这个真的很讨厌 独裁者 只要不拘捕我 那就没问题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